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减弱为中台不到一天 今天上午8点再度增强为强烈台风 气象局估周五周六 它还会持续的增强电胖挑战巅峰 最强时间点可能落在下周日或下周一 如果它北转的角度跟地点接近菲律宾 或是巴士海峡附近 而且暴风圈扩大到300公里 不排除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减弱为中台 一度开出爱心眼 但不到一天 25号早上8点再度重返强烈台风 预估周五周六还会持续增强变胖挑战巅峰 气象局预估最强时间点将会落在下周日或下周一 在我们接近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属于一个强烈台风的状态 环流上面结构也是会比较扎实一点 包含说比较有强的海温跟低的风险 确实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马娃台风目前持续稳定往西北溪移动 欧洲戏级模式图显示 粗黑线的戏级平均路线 显示马娃在接近巴士海峡时 将会逐渐向东北大回转 但许多细极路径分散在粗黑线的西侧 显示对台湾有比较大的威胁 但为何五月就会出现这么强的台风 气象专家彭启明分析 受到动力热力等因素叠加而成 成因很复杂 尤其海水温度颇高 如果未来发展走到强盛因 实在不敢想象 如果到了下半年 到了年底发展成为强盛因的话 其实那个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可能台风的时间会比较延后 到年底 甚至也不排除有强烈台风 更多的在我们西袋平阳会出现 马娃台风结构扎实 台风眼外围甚至宛如铜墙铁壁 未来路径走向各界持续关注 这里属于台北采访报道 在这篇海流勾扎实现 你们里面的檢阅 在这里属于井 由井оп 沙子